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Philips Hi 大家好 我是Samantha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 那个砧板上面会留很多疤痕 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呢 OK 那么有刀疤呢 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的刀切下去 没有刀疤的话呢 其实是你应该注意啦 因为通常呢 比如说你用不是木质的砧板 你用磁砖的砧板 或者那个补锈钢的砧板的时候呢 你的刀一切下去呢 它其实是有损那个刀尖的 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用那种比较硬的料路来说呢 用刀切的时候 那会损失刀的刀力 对吗 对对对 所以呢 它切下去有刀痕呢 是很正常的 那么当然刀痕一多了 你要磨掉 嗯 明白 要怎么磨掉呢 好 那么很简单 你可以用砂纸 你可以用磨家具的那个 那个电动磨 嗯 电动磨 对 两个都可以 不过当你磨的时候呢 你需要把它整个表面磨得均匀 过后切东西才会比较均匀 因为你总不可能只是 磨一边不磨一边 然后凸不平这样子 对对对 你总不可能是中间很多刀痕 你就只磨中间这样子 就是整个表面都要磨掉 对 一定要平均 嗯 明白 那后面呢 如果没有时常用那一面 后面需要吗 后面如果没什么用就不需要 明白 那我们磨掉过后 还是要用什么步骤 刚刚我们有教的步骤来保护它吗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那么你磨完过后呢 你就是要用那个矿物油 再去上多一层打油 就是用我们的矿物油去 再放一层bolech这样子 打辣这样子 上多一层油 然后就放干 放干烘干 就好了 明白 就给它自然干 对不对 对 好 谢谢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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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